2008年3月25号 在南大 Hi,我是Brief Allen 欢迎来到福音来 我们都知道 Google可是一个搞恶作剧的行家 比如那些复活节彩蛋 和隐藏在各个程序中的小秘密 很多超级玩家会觉得非常有趣 不过今天我们找到了 17个Google隐藏在网络上的保护和小玩笑 所以一定要看一下 Molisa宣布 大家现在终于可以正常的使用火狐3浏览器了 在这之前 他们总是警告用户不要使用火狐3的测试版 声明说现在技术还不成熟 最好等到明年6月 不过他们现在告诉我们 最新版本的火狐3终于可以使用了 稳定迅速而且没有内存问题 由于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结构重组 Ebay刚刚在美国和欧洲 一共解雇了125名员工 此举是为了加强客户服务 和其他国内商的功能 不过这个在不断壮大的拍卖巨人 计划在明年招入更多的员工 今天最后的内容是 从苹果公司得到的内部消息说 他们终于和音乐公司展开了 关于音乐订阅服务的对话 其实Steve Jobs 这个通过iTunes卖音乐的人 最初也只是有一个出租音乐的想法 没想到最后达成了 诺基亚与环球唱片的这一服务 届时诺基亚手机的用户 将可以随意下载 环球唱片公司发行的音乐 直到订阅期结束为止 目前Real Music和Napster是唯一两家 提供音乐订阅服务的公司 而Yahoo却在去年早期时候 放弃了这一业务 看起来苹果将成为下一个 提供月租无限量下载音乐的服务商 这可绝对是一个大新闻 顺便说一下 如果你喜欢iTunes 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播客 它被放在business版 你只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了解 每天Web2.0的最新新闻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Brad Fallon 想在2.0分钟内了解Web2.0的每日新闻吗 欢迎访问freelinereport.com